我们在网页工具上找到了某个基因在某个癌症的表达量是吧 刚才我只是举个例子 但是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癌症所有的基因 你都可以拿下来自己去做下游分析 那么现在看另外一个需求 比如说你可以去找某一个基因 在某个癌症的表达量之后还找到它的一些临床信息 刚才那个只有一个生活史的临床信息是吧 那你可能要求助于其他的网页工具 比如说在这里有一个工具 这个同样呢 我们可以拷贝一个project过来就好了 我们可以叫boxprod 我这里面应该是有代码的 我们看一下 没有代码我们就自己选吧 TCGA的卵巢癌316个样本 然后我看了也是这个基因的表达量是吧 那是在CBO portal 接着就去这个基因的儿子 好 就去学习 这个基因的成定 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 我可以第一个基因 上来 好 这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选到自己感兴趣的数据集 我们为了重复我们的例子 我们还是选这个 首先选到这个器官 选到这篇文章是吧 然后我们感兴趣的基因 刚才已经输过一次了 我这里就直接输它 这里有个plot 它这里面有 应该有表达量吧 MRI的表达量 根据它的clinical信息来 选Jscore吧 基因 然后data type选clinical 可以选刚才我们想看到这个cancel type cancel type肯定只有一种 我们刚选的啥来的 data type是clinical tumor stage 这里就改 我搜索一下stage 是吧 然后这个Y轴是表达量 可以看到你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这些信息是吧 但是它上面的图仍然是很丑 能理解吗 所以你就可以 如果你不会写前面的代码 不知道怎么去获取 某一个基因在某个癌症的所有的表达量 或者是它的那些样本的临床信息 你可以通过这种曲线救国 找到这里之后应该有个download的信息 可能是这个吧 这是save 这里有save图片和data看到没有 你这时候你就可以save这个data 这个data 你就可以拿到二元里面去做自己的分析 这里面就有一些名传信息 样本名是吧 还有表达量 那同样呢 我们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我们也打开这个project了 我们就需要读取刚才这一个东西 刚才我们下载的这一个 我们读的话就会有很多参数需要加 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步讲的就是读取文本文件 因为你的二元只有在和真实的数据做交互 它才能发挥威力 好 我们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a有这么多列是吧 最后一列是mutation 其实要不要无所谓 只有一个这个基因是有mutation的是吧 我们现在也不关心mutation 我们只想看不同的clinical stage 它的表达量是否有差异是吧 我们给它命的名也行 刚才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复杂是吧 能理解吗 所以你把它名字简单一点 取名字是color name a是吧 取的时候再复制一下 这个能理解了 这就是前面第一讲讲的基础的代码 取了之后我为什么要用data 对于a我读取变量有这个习惯 就选用abc这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这没有什么正确与否 data对于a为什么用data 那是我另外一个习惯 我画图的时候我喜欢用data这个字 就是少一个a 因为如果你直接用data的话 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函数 尽量避免使用函数来命名 现在这个data对于a 是因为我后面的代码我不想变 那同样的用这种方式就能够画图 通过stage来把基因的表达量 之前的基因是expression是吧 那因为我现在命名 命的是这个基因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是基因 其实它如果列明还是expression 那你后面的代码就需要改过来 这个都是可调整的 你们要看懂它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任何基因 在任何的癌症里面表达 而且还和你感兴趣的临床性传是否有关系 这样你们就解决了两个比较有趣的需求 这些需求都可以在r里面进行自己的调整 比如说像后面还可以进行方差检验 或什么其他的 这个我就不讲了 还有几个小的功能 也是把二元的技巧融会在里面 我们下午讲 下午讲完之后 我们就给大家讲